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电话簿翻开 好多王永庆 就是啊 我那个小学同学王永庆啊 这个人有主意 是吗 我们一般小学都面六年是不是 都这样 这个人自己拿主意 跟老师 家长不再商量 自个儿决定面了八年 这叫有主意啊 这叫刘吉 刘吉 刘吉怎么了 人家王永庆现在可发了 有钱了 有钱哪 上回碰到我 请我吃了一顿饭 这一顿饭下来 花了三万多块钱哪 两个人吃饭花三万多块 是 吃什么菜啊 具体的菜苗我是记不得了 反正那个菜呀 哎呀 就光说那个大虾 那个虾 哎呀 一端上来我一看 跟这个胳膊这么粗啊 大虾子 胳膊一样粗 还有那个海参 那个海参一端上我一看 哎呦 跟那个胳膊这么粗 啊 还有那个鱿鱼卷 一砸上来一看 跟着个胳膊这么粗 哎呦 卤鸡腿 跟着胳膊这么粗 好 花三万多块 吃四条胳膊 这 这就说明人家有主意啊 是是是有主意 有发展嘛 是是是是 你别光说我那个小学同学王永庆了 哎 就连我们家楼上的那个赵妈妈 哦 哎呦 不简单 怎么了 退休了以后啊 哎 自个儿呢 就摆了个小吃摊 哦 做点小买卖 卖点臭豆腐啊 鹅米粉啊什么样东西 哎 随随便便一个月 都能够挣个八九万啊 哎呦 就让那个赵妈妈 赚的钱都比我多啊 就是啊 人家有主意吧 有主意 我们家对面那个李小姐 哎 嘿 他听说啊 现在人都没有自信 都爱算命 对 尤其那个西洋 西洋星象学啊 是大行其道 没什么啊 他就去搜集了一些资料 嗯 熟读了以后呢 哎 自封为大猩猩 对 这还有个大肺肺 什么大肺肺 什么大猩猩 大猩猩就是 西洋星象学的大师 是 哦 哎 他到处去给人家演讲 分析算命 还出书呢 哎 随便算一算 我看哪 一个月少说赚个三四十万呢 这么能赚呢 嗯 还有我们家楼 楼下的那个 啊 陈爷爷 哎呀 更厉害了 每天早上 炒炒股票 每天下午 喝喝下午茶 打打小麻将 轻轻松松的过日子 一个月能够赚个七八十万呢 人家有那命啊 是啊 这就表示人家有那个 知道要做些什么 有主意 有主意嘛 对对对对对 也别说这些大人了 光是我们家巷口那个 小王的那个儿子 啊 才十二岁呢 啊 拜师学艺 跟他师父两个人 开了锁店 哦 哎 每一次呢 这个开锁店 一个月下来 大概 一个月他可以分到八九十万 开锁店一个月能赚八九十万 就是啊 每回替客人配钥匙的时候 他们都多配衣服啊 哎 小偷啊 那你别你也别管人家做什么的 这是说明啊 这些人有主意 知道自己要做点什么 哦 是不是啊 哎 哪像我们 哎真是 不是 我们也能干点什么呀 你能干点什么吗 我做什么买卖都要有本钱呢 你有本钱吗 没本钱跟人家凑什么热闹呢 是不是啊 嗯 这是 我问你啊 你有多少钱 干嘛 我问你身上带多少钱 出门的时候老婆给我两百块 多少 两百块 两百块 一个大男人出门就带两百块 你丢不丢人呢你 你 没出息的 拿来拿来 什么人啊 拿来呀 这 两百块 哎哎哎哎哎哎 那你带多少钱 我比你多呀 多少嘛 我 嗯 多少钱 三百多吧 跑不到哪去 嗯 真是 我看呐 嗯 咱俩这个钱放在一块总共多少 啊算算吧 算一算 嗯嗯嗯 呦 咱俩钱放在一块正好是五百一十八块 你知道吧 嘿呀 哎哎哎五百多块你至于这么激动啊 什么激动啊 哎五百一十八你知道五一八五一八 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我要发我要发了 这这就发了 哎哎极香啊 哎呦哎 要发了 我看这五百多块钱我去买点什么东西吃吧 哎 你买什么东西吃 不是我说这个五百多块钱我们俩一起干点什么吧 啊 五百多块钱能干啥呀 能干什么 什么赚钱就干什么 是啊 嗯 我给出个主意啊 我看呐 哎 这五百多块钱 咱们俩就干那个 哪个 房地产好了 怎么样 好 先数数能不能买块砖 五百多块钱你就干房地产了 这不是这就说明这个主意啊 可能有点夸张了是不是 哎 哎我们不管是干什么要从零开始嘛 对不对 要认真的干哎 这样子我给出个主意 嗯 咋今儿开始啊 干嘛 咱俩啊 哎哎 买菜 哎 卖菜是对半的利润赚得多呀 是吗 哎 能赚 能赚哪 哎我包你啊我跟你讲啊 怎么样 你看你你你我们这五百多块 对对五百多块对对对 今天是五百多块 嗯 明天就变成一千多啊 后天就变两千多 这 大后天呢就变成四千多 大大后天变八千多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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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 这么这么下去咱们俩不就发财了吗 我不是跟你讲五一八五一八我要发了吗 发财了 是不是 卖菜卖菜 好 卖菜 哦 光是这点钱卖菜不行 怎么又不行了 卖菜咱们得有辆车子 是不是 进出货方便嘛 哦 没问题 啊 我爸爸有辆这个旧的发财车 我给开过来 好 打今儿开始你就开到你们家那辆的小发财 嗯 出货进货上菜 哦 我们家呢还有一把秤 哎 哎我就拿了那把秤呢到市场里面去 转我去卖菜去 哦 打今儿开始咋 搁篮车子这样干起来了 哎 这 行吗 行啊 卖菜真能赚 我给你算一下啊 嗯 三个月下来的话 好好好 我保你拿 两百万 三个月 嗯 两百万 成吧 发财了 就是嘛 哎 哎 那你拿多少 我啊 三个月下来除袍尽盛的话 啊 我大概就拿六百多 你 哪比我多 我当然得比你多呀 啊 两百万就两百万吧 是啊 哎呀两百万 发财了 就是 哎呀你有这两百万呢 嗯 下半辈子菜前有了 嘿嘿 哎不过我说啊 你有了这两百万之后呢 可就不能再卖菜 咱们卖鱼 呸 呸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 刚卖完菜你卖鱼去 干点什么好啊 人往高处爬嘛 对不对 咱们得做点高档的生意嘛 什么生意 好比说哈 啊啊 咱们包一个酒店 包个饭店来经营 我才两百万我就包饭店呢 哎呀你糊涂啊 你那两百万我这还有六百多万呢 咱俩还合伙 合伙赚的多嘛 哦对对对 咱们包一个五星级的饭店来经营 你看怎么样 为什么包五星级的饭店 哎呀五星级它是收费高 它是高消费场所的 我赚的多嘛 对不对 这样啊 嗯 干脆 咱俩包个九星级大饭店 嗯 你住过饭店没有 你住过饭店没有 有九星级的饭店吗 最高五星级啦 最高五星级 就是嘛 真是没见过吃 我以为星星越多赚的越多 哎 这土包啊 咱俩包一个九星级的饭店啊 哎哎哎 不不 五星级啦 都被你缴获的 包一个五星级的饭店 然后把这个饭店呢给改一下 怎么改 好比说哈你看 这个大房间改成小房间 哦小房间卖的多啊 小房间呢改成上下铺 哦 哦 然后呢大厅改成通部 哎 哦干脆咱们在里边打上棚 哦 哦 想办法一天卖他一万多个客人 一天 一万多个客人 那那得赚多少钱呢 哎呀多少钱呢 哎哎哎 我给你算一算 三个月下来我保你拿 多少 两亿 哎 哼 两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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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财了吧 哎呀罢财了 哎哎 两亿 那你拿多少 我大概拿 六亿吧 哈哈 你还比我多 我当然得比你多呀 啊 两亿就两亿吧 就是嘛 两亿就方了 哎哎 不过我说你有这两亿以后 就不能再把我包饭店了 那那干嘛呀 咱们去呀 做点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哎 不过 没做过 不会 怕什么 我在这呢 咱俩还合伙 合伙赚得多嘛 到底谁赚得多呀 哎 咱俩啊 就做国际贸易 把这些钱的全部投入 去买那个 买那个 买飞机 飞机 然后拿飞机换 换坦克 啊 坦克换大炮 大炮换火箭 火箭换激发枪 哎哎哎哎哎哎 行行行行行 军火贩子呀 怎么了 贩卖军火犯法啦 哦 我倒忘了 咱们发了财以后 绝对不能够干那种非法的勾当 哎不是 咱们是正派经营嘛 对了 对不对 做点正经的生意 没错没错 咱们就拿这个钱去买买那个白面 白面 不是那个白粉 白粉 不是不是 没错呀 是不是还没错呢 刚刚才说的 嗯 不能做犯法的生意 我没有做犯法的生意啊 还没犯法呢 白面白粉那不犯法吗 哎 你知道我说的那个白面白粉是什么 那不毒品吗 白面白粉就是那个 哪个 白面粉 哎 粮食 做馒头的白面粉 就是嘛 哎呀搞不清楚 我们就把这个钱啊 全部都去买馒头 啊 不是 买那个白面粉 然后拿那个白面粉去换黄豆 拿黄豆换酱油 拿酱油换麻油 拿麻油换醋 拿醋换围裙 拿个围裙换内衣裤 然后 行了 怎么 别换了 好不容易我赚了两亿 让我换内衣裤 你不是就缺内衣裤吗 谁缺内衣裤啊 我看 这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我看 我看也别干 反正这个买卖咱们也不内耗 是吧 对对对对 要不然辛辛苦苦这俩钱被那个卖一内衣裤的骗了多划不来 哎 是不是 咱们做点内行点生意 哎 我看不如咱们包一个 国际活动来办一办 国际活动 哎 这我有主意 有 这会有主意了 你说这个 怎么包这个啊 世界杯足球赛怎么样 不行 啊 世界杯足球赛 规模太小了 哎 咱们要搞搞大一点嘛 什么大 要赚大钱嘛 我告诉你 咱们干脆把那个奥运会给包下来办 怎么样 奥运会 哎奥运会参赛的人 国家多 参赛的人也多 咱们赚的多嘛 是不是 哎 我先给那个奥委会主席 国际奥委会主席 撒起码打个电话 啊对对 我跟他说 再给那个千层高拍个电报 千层高谁 我不认识 那撒起码是谁啊 哦 奥委会主席撒起码呀 哈哈 国际奥委会主席 那叫撒马兰奇 哦哦哦 撒马兰奇 对对对 听起来跟撒起码差不多嘛 还差不多 哎 我我我给那个国际奥委会主席 撒马兰奇打个电话 我就告诉他说 嗯 奥委会从今儿开始 咱哥俩抱下来了 搞了 哎 可是呢 咱们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咱们把这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 章程呢 给他改一改 还改章程呢 当然了 所有参赛的国家 都要交报名费 参赛费 到时候呢 咱们俩就赚这一份啊 哎 这个奥运会参加的人多呀 哎 报名费肯定多 多 为了让参赛的人更多 哎 哎 我们把那个规则也改一下 怎么改 他们说这个乒乓球比赛 哎 单打是两人打 对 双打是四个人一块打 都这样 我们改出来 单打六个人 双打八个人 哦 排球比赛四十个人一块上 啊 足球比赛这个场地大嘛 对对对 一百个人一块踢 哎 干脆这样吧 一场比赛啊 八个国家一块上 好 八国联军 这可热闹啊 对对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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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干脆这样子 所有参赛的国家每一个国家不啰嗦 交五千万美金 报名费 多少 五千万美金 五千万 嗯 怎么样 太少了 不够 呦 这位耳根子软 心眼可不小啊 哈哈 哎呀 好好好好好 哎呀 干脆不啰嗦 哎 一个国家叫一亿美金 一亿 一亿 一亿美金 奥运会至少好几十个国家参加吧 哎呀到时候就是好几十亿啊 发了 发了 发财了 哎呀有的赚有的赚 我先把这个钱分一下吧 哎 好不好 这么分 不啰嗦 哎 咱们兄弟一场 对 你先拿两百亿去 我拿两百亿 哎 你拿六百亿 你怎么都知道了 啊 我怎么都知道 为什么你老拿的比我多呀 我 哎我说你这个人讨厌啊 你干嘛没事老盯着我那俩钱啊 废话 我当然得盯着那俩钱啊 哎哎哎 哎 你这说什么 你想想看你原来是什么样子 怎么样 原来不过就是两百块呀 是我帮着你 从两百块变成的两百万 从两百万变成的两亿 从两亿变成的两百亿 你干嘛啦啊 毛病了 钱越赚越多了 越来越富了是不是啊 越来越有钱越来越富了 我告诉你 越来越富就是那个 那个 岳父 我 这是 哼 什么叫越富啊 就是什么心态嘛 我 你什么叫岳父啊 你越来越富了吗 我 我 那我我岳父那你呢 我我当然得比你富啊 我我全国最富 我富可敌国 我 我是国富 我 岳父 对啊 你 国富 怎么样 你为什么 比我富 我为什么不能比你富 我当然得比你富 哎 打一开始分钱 我可没说过半句话 你有什么好说的 你有什么好说的 什么好说的 哦 我两百万 你六百万 那不对嘛 我两亿 你六亿 我两百亿 你六百亿 那不是刚好吗 那你为什么老拿的比我多 我当然得比你多 我 为什么 我投资的比你多呀 我承认你投资比我多 可这里头 有我爸爸一部发财车 哎呀 别听你爸爸那辆破发财了 哎呀 我们家还有那把秤呢 你们家那秤 能比我们家发财车值钱吗 你们家那辆破车 能跟我们家那把秤比吗 你知道我们家那把秤 什么样的秤啊 什么秤 一斤十二两的秤 啊 我告诉你 我们家发财致富 就靠那把秤了 哎 我那个秤在菜场里面赚两圈 我都能够卖两两两新的发财 跟我比 大家可全听出来了啊 怎么样 一斤十二两的秤 哎 想当初卖菜的时候啊 哎 你那一斤几两多少钱 我可没过问 废话 哎 当初你在哪上的货菜价多少 我也没过问过 反正你这么分钱啊 不行 我不答应 我 你不答应也不行 我告诉你 哎要不要就是两百亿 你不要拉倒 我 我 要不要 我就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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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拿去捐给台北取一团去 那 那钱我就丢水里给 我便宜郭智杰那个老头 我说你这个人讨厌的 穷心导弹吗 怎么样 穷心导弹的 你挂挂 你原来不是就两百块吗 对 那那那那 还给你还给你 哎呀真是的 近到这边倒带 奇妙 我一个人独资了 拿去 啊 干嘛 我刚才给你是两百块啊 怎么样 这会怎么 你还我一百五十块 那不对吗 那对什么呀 还差五十块呢 什么还差五十块 那 两百个一百五不是超五十块 那五十块是顾问费 什么顾问费啊 你凭什么说我顾问费 我为什么不凭 你别争了我告诉你 我平白的原来赚六百多亿的被你缴获了 现在只赚五十块你还给我争什么 我管你赚多少 总而言之你五十块钱得还给我 你不能拿我五十块 哎呀我告诉你 你别急 你这五十块我也不白拿你的 什么叫不白拿 我还是给你出个主意 我教你干点什么 还给我出个主意 那当然了 教我干点什么 可以发财的 对呀 那那那那你给我出个主意 我干点什么好 我看哪 哎干嘛 你还是给人家说相分吧 嗨